十三逢苦又无怨 这个怨的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心 就跟那个死 差一横 所以说 快死的心都有 在一生有的人 承受相当大的怨气 压力非常大 那些是外界给你的 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 就是里面这个心 外面再怎么样 我不动我心 那就没有怨这个字 很难做到 它是小的 一些 我们可以变通的去发泄一下 或者说 我们去 用一些情绪 告诉他 我要生气了 你再这样不行了 一次两次 第三次 再不行我就翻脸了 让他明白 响骨不用中锤 你不行的时候 该瞧就得瞧 就把情绪作为一个 发泄疏通的一个方式 让你自己 不要受气 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我们都这样讲嘛 很流行嘛 很有道理 那该生气 那应该是他 我们想办法 就是怎么样 让这个事态往好的方面发展 光 气是没有用 该求求 该做做 我尽力了 那最后 那无能为力了 那就顺其自然了 那就很自然了 我尽力了 凭我的阶层 凭我的能力 凭我的运气 那我 周围 所有 我能做的都做了 那你有什么不甘心 不甘心有什么用啊 所以说 这个怨呢 不要老挂在嘴上 像怨妇一样 就会 就背负骂命 你骂别人 但是大家都看在眼里 最后 被骂的是你 先父所周人一死 那个能量有多大 十四 不固执善恶 天道 无极休 天道有什么 天道有阴阳 而阴阳它本身 最起初 它是合在一起 后来 轻轻着上 啄啄着下 它而且 它也是要动的 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 所以没有阴阳 这个焦化 也没有时间的万事万物 纯阴纯阳 那就是乾坤二挂而已 它只要但凡一接触 都会 没有一个完全的君子 一个小人 而且这个小人 这个君子是小人成就的 你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好 你就突出不来你的英雄本色 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一个圣人 那 那其他人就不行 对吧 圣人不死 天下难 就每一个人都各 各首其分 各思其指 那就不需要圣人 圣人不死 天下难 大部分都是灰色地带 没有存好存坏 而且凡事都会变 需要一个果